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继续讲居士论 现在讲因果愿 因缘果这个问题 前面讲了一种流因 现在讲无果 流因无果当中 流因无果里面 昨天我们讲了果是以何因之果 果是什么样的因的果 就是宣讲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最后那个使用果 使用果实际上是有 具有因和相应因的果 具有因和相应因的果 一般来说 与世间同时 下面还有论说 重的来说 使用果对它的因 对它有一定的作用 起一定的作用 增上果实际上是因不一定是对它真正的起作用 但是没有障碍它的产生的话 也可以把它安立为因 然后还有我们在这里了解一个是 比如说一个法当中应该六种因 前面所讲的六种因也应该可以具足的 比如说一个人生起一个嗔恨性 生起嗔恨性的话 那么这种嗔恨性 它没有受到其他的障碍 也就是说 其他法对它的产生没有障碍 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嗔恨性 与其他嗔恨性没有什么对它起障碍的角度来讲 是成为能作因 然后嗔恨性的话 实际上嗔恨性它是一种根本烦恼 然后根本烦恼的同时 与它同时产生的很多的 比如说心所 与它同时产生的 前面所讲的十种变大地法 与这个产生的心和心所具足的话 这个叫做相应因 然后嗔恨性 与它对方的外境 然后它当时的座椅 与它同时产生的 还有除了心和心所以外的其他因因 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具有因 具有因也应该具足的 然后嗔恨性 它前面的嗔恨性 就是生起后面的嗔恨性 就是第一刹那的嗔恨性 生起第二刹那的嗔恨性 从这个角度来讲 也可以按理为同类因 然后这个嗔恨性的话 它是因为属于烦恼 属于烦恼 从这个烦恼的角度来 按理为变性因 然后这个嗔恨性 我即生当中生起这个嗔恨性 下一辈子变成什么相貌出炉之人等等 这些成为异素因 因为它的异素果 它可以形成在它的身体 或者是对它的身心上 这样的话 比如说生起一个心 因为有不中 它认为它在不同的因果 不同的因缘下 可以按理为六种因 这样的话 产生一颗心 也就是说是根据它的时间 和根据它的因缘 根据它的过不同的原因 可以按理为六种因 一个嗔恨性上面 可以按理六种因 然后比如说我们用信心来讲 信心来讲的话 应该除了变性因以外的其他都应该具足吧 因为变性因大家都知道 它是烦恼产生烦恼 它这个不具足的 除了烦恼产生烦恼的心所以外 其他应该无中因 无中因都是在对有关善性方面 善性说方面都可以具足的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昨天前面已经讲了 何因产生后果 大家也应该知道 有多少个因具足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果 所以它这个果和因 它的层面不同的角度来 可以按理为很多的因果 这个大家应该清楚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今天所宣讲的就是说 宣说各自之法相 宣说各自之法相 宣说各自之法相的话 下面一一地给大家做介绍 首先是讲异熟果 异熟果实际上是无福无极法 我们异熟果它自己的本体的话 它不是善法也不是恶法 异熟果这个是从它果的角度来讲的 异熟果它自己实际上是无福无极法 然后它是产生的来源 它的产生的来源就是善和不善的 有极而所生的 然后它是众生相续所生的 所以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异熟果它的特点吧 它的特点就是 它自己的本体是不是善不是恶 应该是无福无极法 这是一个 然后它的来源应该是有极的 或者是善业或者是不善业而形成的 然后它因为其他的一些善业和不善业 或者是无福无极的这些的话 外面的七十节也是有的 比如说我们《百业经》经常也不是讲吧 所谓的业并不是成熟于外面的地水火风上 而成熟于众生的相续当中 因此它应该所谓的异熟果 它不是成熟于外面外景上的 应该在众生的相续上摄受 这是异熟果的特点 然后下面讲灯牛果 灯牛果是什么样呢 灯牛果与自应通 所谓的灯牛果 它自己前面的这个应是通内的 也就是说它的法相 灯牛果的话 以前就是比如说做善事的话 今生当中也成熟它的习气 以前是做恶业的话 即生当中也成熟它的习气 这是我们平常《大圆满前行》等 很多书里面说是灯牛果 由同行灯牛果和甘树灯牛果等等 就是这些原因 然后灯牛果与自应相同 然后第三个果叫离习果 什么叫离习果呢 离习果为心灭尽 离习果它这个心指的是智慧的意思 它通过我们的心 我们的智慧灭尽其他的有些法 那么其他的有些法的时候 当时灭尽的这个部分 小乘认为在这里面离习果 一般离习果也是比较特殊的名词 比如说我们通过智慧来观察 在相续当中原来是有烦恼的 那么现在以抉择灭的方式 原来的这种烦恼现在已经灭尽了 然后现在把烦恼已经离开了 与它的关系已经断绝了 这个时候实际上 幽伯宗不是认为在这个时候 有一种获得远离的一种果位 原来他的相续当中有烦恼的 现在把这种烦恼已经断开了 它的关系已经远离了 所以这个时候认为 重新获得一种果位 也是一种果位 但实际上只是烦恼离开而已 也没有什么果位 但是他们就认为 离习果依靠心依靠智慧而灭尽 这叫做离习果 然后在上面讲第四个果 什么叫做食用果呢 食用果和一和因你所生果 是否作用而产生 那么以什么样的因 产生任何一个果 那么这个通过师父的作用而产生的 他这里这个师父当然是有真正的师父 还有那个有明相上的师父 有时候把这个因 这个因缘称之为是师父 实际上不一定要 他的这个因非要有生命的这种师父 意思就是说 依靠某种因缘具足以后 然后他的果无际而产生的 那么这个相当于是我们人们经常 这个所通称的这个因果吧 所通称的因果的话 就是具足什么样的因缘呢 产生什么样的果 那么这个因称之为师父 因为我昨前天也讲了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什么 以前的然后那个图观 这些的话呢 就是通过掏死 就是他这个轻作以后呢 就是把他这个制成就是观子 就是所以呢 就是这个师父的这个轻作当中 就是所得到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 他这个通过因的轻作当中呢 就是获得了这个果 就是这个果呢 就是也是师父的一种造作 就是所以他这里这个所谓的使用果呢 就是具足各种因缘以后 才产生他的果呢 就是叫做是那个使用果 就是使用果的这个意思呢 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那个就是讲这个 什么叫做增上果 就是什么叫做增上果呢 非为前生有为法 非为前生有为法 为以有为增上果 就是他这里非为前生的话呢 这个有为法的这种这个产生的话呢 就是并不是是那个果在前面 就是果在前面的话呢 就是无法产生的 然后呢 他这里所谓的这个增上果呢 就是凡是所有的 与他同时和与他那个 这个前面的这个果和同时的这个 还有那个果这个前面的这些 与他这个不弃障碍的这些 所有的这个因而产生的果呢 就是叫做是那个 他这里这个唯一呢 就是除了这个无为法 因为因当中呢 就是有一个无为法在 包括在里面就是 我们就是大家都知道 昨天我们讲这个能作因的时候呢 就有为法和无为法呢 就是都可以做能作因 但是果的时候呢 就是增上果呢 凡是他这个不弃障碍的这些法呢 就是可以称为是这个增上果 但是呢 这个无为法的话呢 就是不包括的 比如说那个 无色戒的众生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地狱众生的这个相续 地狱众生的这个相续的话呢 实际上是不是这个无色戒众生的这个因呢 他们认为是无色戒众生的这个因 就是可以说 就是从那个 然后是不是这个增上果呢 就是他也认为是这个增上果 就是也可以 可以这样说 因为这个地狱里面众生的这个相续呢 实际上是 也是是对这个无色戒的这个根的产生呢 就是不弃任何障碍 就是 而且呢 地狱众生的相续当中的这些根的话呢 实际上是他是这个有为法的缘故 就是不是无为法 因此呢 何时何地所思的任何一个有为法的话呢 就是对他的这个产生 对他的这个产生他的过呢 就是不弃障碍的这些法呢 就全部就是称为是这个增上果 就是他这个增上果的范围呢 是比较广 就是因此很多论师呢 就是认为是这个增上果是这个重的果 然后这个适用果呢 就是别过 就是他这个中分和这个中相和别相 就像我们这个分的这个中相和别相一样的 他们认为 所谓的这个增上果的增上果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范围比较广 但是跟因有点这个差别的 就是因为我们在讲因的时候呢 就是能作因 能作因的话呢 实际上是他就是已经这个涵盖了 所有的这个有为无为法的 就是不弃这个 对他的这个产生障碍的这些有为无为法呢 就是全部可以这个包括在这个能作因当中 但是果的时候呢 就是他们都这个认为 凡是对他的这个产生不弃障碍的这些法呢 就是可以成为是他的这个增上果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般来讲就是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这个 这个任何一个这个 现在世间的这个增长跟 这个居士里面的这个因果呢 就人们的这个通常和 还有这个大乘里面的 大乘这个经典里面的这个说法呢 就是有一点这个差别 就是因此我们懂这个居士论的人呢 就是必须要这个居士论 他自己的说法一定要通到 如果他的这个说法没有通到的话 很多人认为 怎么会是因果就是同时存在呢 我们不是认为这个因果都是不是这个同时存在啊 那么因果同时存在的话 有很大的过患呢 还有呢就是对他的这个种子 或者是对他的产生呢 就是不起什么作用的话呢 怎么把他这个称之为是这个因呢 就是对他就是任何这个关系都是没有 比如说我们这个这个今天这个拉荣呢 就是产生一个现化就是 那么这个他生长一个现化的话呢 然后北京的这个地岁活风呢 就是其实对这个 现在我们这个这个化呢 就是没有任何这个作用 但是他从那个这个增上过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北京和或者是美国的地岁活风呢 是不是我们这个生长 就是拉荣这个山河里面的生长现化 是不是这个他的增上过呢 就是我们从那个增上过的角度来讲是 应该是他的这个增上过就是 那么无畏法是不是他的这个因的呢 就是也就是说是无畏法呢 就是不是就是无畏法产生的这个过是没有的 就是所以他这里面呢就是有这个差别 因此他这里呢说是非为谦生 有畏法就是不是这个 他的这个过呢就是在前面的 就是凡是这个有畏法就是 他这个有畏法呢就是应该是同时 或者呢就是是前后他的因在前面 这个过在后面而产生的 就是唯一的有畏就是唯一的这个有畏法呢 就是他这个承认为是这个增上过 所以这个从此的话呢就是你要这个了解是无果啊 就是他这个无果呢有什么样这个具处特点的话呢 必须要这个能背诵 如果你没有能背诵的话呢 就是恐怕那个心里面要记的话 是就是很大的这个困难 因为呢就是就是很多这个过呢 就是比较这个相同 他细微他们之间的这种这个细微的关系 如果你一一了达的话呢就是这个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下面呢就是说那个就是就是那个 从此当中是这样 讲的下面我们就是分析一下那个下面这个 这个诺特文博的一个分析吧 一苏国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个无福无析法 这个无福无析法我们昨天天也讲了 这个无福无析法呢就是对解脱没有障碍的 就是也不是善不是恶 就是他那个记呢就是三方面的记和这个烦恼方面的这个记 没有这个这方面的这个记吧 就是这个也没有这个障碍的 有福无析法的话呢就是前一段时间讲了 这个余界当中的话呢就是只有这个这个这个回聚间和辩职间 然后这个色界和无色界的话呢 所有的这些烦恼就是所有的这些烦恼呢 全部是属于在有福无析法当中就是 那么这个一苏国他自己的本体 就是他自己的本体是什么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无福无析法 就是无福无析法 而不是这个善法 而绝断善根者的相续当中也会这个存在这个 因为这个他的一苏国的话呢就是如果不是善法 如果是善法的话呢 那么绝断善根的相续当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前世造善业恶业而形成的 我们现在的这个严根等等就是 严根啊就是在这个身体群体当中的这些生根啊等等就是这些 那么这些的话呢 其实这个断了善根的这些人的相续当中还是存在的 就是因此他不是这个属于善法的 也不是属于烦恼心 那愿意是断除烦恼者的相续当中也是存在的 就是他不是这个烦恼心 如果是烦恼心的话呢 那么断除烦恼的时候 他的这个相续当中也不会有的 就像是阿罗汉呢 就是他们的话呢 就是这个烦恼这个造就已经断了 但是他的这个相续当中的 比如说这个严根啊 僧根啊 就是这些呢就还是这个具足的 因此呢就是也不是这个烦恼心 如果仅仅一次啊 也在于外界的四大也这个包括在内 如果是这个特点而言的话呢 那么这个外面的这个地水活风吧 就是地水活风四大的话呢 实际上是他也没有这个不具足这个烦恼心 也不具足这个善心 就这个特点都是地水活风也是具足的 所以为了抛开无情法而说是 众生相续说是法 就是因此呢就是他这里这个第一 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吧 就是他的本体呢 就是是众生的这个相续说是 就是应该这样 众生这个相续没有说是的话呢 地水活风也是不是三星 不是什么这个烦恼心 这两个这个特点都是这个 地水活风也是有的 因此为了抛开这一点呢 就是说是众生相续说是 就是一定要众生这个相续说是的 就是众生相续说是的 这个身体群体当中的这个 这个身根啊 严根啊 等等就是这些 如果仅次而已 如果仅次 两种这个法相 那么这个 张扬根与灯牛僧也有这个艺术过了 就是那么有这个过是 如果是仅仅是刚才这个众生相续说是 还有呢就是这个无福无极法 就是这两个特点具体的话呢 这两种法相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这个张扬身 就是身体呢就是通过这个 什么这个母语啊 灯瓷啊 就这样就是张扬这个所产生的这种的话呢 就是也是已经具足这种特点 还有呢就是灯牛僧吧 灯牛僧的话呢就是他这个张扬身的这个 这个身体群体当中的这些微臣的话呢就是他前面的这个 这个产生后面的就是 那么这个呢也实际上是这个具足前面的这种特点 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张扬身和那个 这个灯牛僧的话呢就是也是我们前面讲这个三种产生吧就是三种产生的时候 就是一属生啊就是一属生和张扬身和灯牛僧呢就完全都是不松的 这是我们这个前面已经讲了就是 就是所以呢如果是他是那个就仅仅是上面这个众生的相续色素 还有呢就是是无福无极法的话呢 其实很多这个张扬身的这些呢也是个具足的 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众生相续当中的比如说这个身体啊就这些呢 那天我们不是讲的吧就生根这些呢就是也有这个张扬身 也有这个异素身就是张扬身的这一部分的话呢就是 当然是这个具足张扬身呢就是但是他不是这个异素身的 这是我们即生当中就是这样这个做的 然后那个这个异素身的话呢就是当然是由这个即生当中这个成熟的和来世成熟的 来世的来世成熟的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下面讲那个第四品的时候呢 呃应该是第四品就是对第四品的时候呢还是这个呃讲的 比如说我这个造了这个三根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造三根肯定是他这个所产生的这个功德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异素身 但是这种这个异素身的话呢也许我遇到了一个殊胜的福报的话呢就是那么我即生当中就是马上 比如说有些眼睛不好或者是有这样的话呢 他这个业力不是很重的话呢就你供养这个僧众啊就这样的话呢 他的这个异素身呢在寄生在你的身体上面就是马上这个成熟就是也有这种这个可能性就是 原来这个做的这个不散呢就是这个原来严格不好的呢就是你供养这个僧众就是年纪以后呢 做了这个善事做这个善事呢后来这个异素身呢就是马上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身体当中这个出现就是这种也有可能的 还有些这个异素身的话呢就是他这个来世这个成熟的也有 有些异素身的话呢来世不一定成熟就是在过了这个几百万劫以后呢 我们这个《百业经》里面讲是那个众生这个造的这个善业和恶业呢就是白戒都是不毁灭的就是最后因缘具足的时候才会成熟的 所以呢这个异素身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有些是很快就产生的即生当中产生的 有些呢就是来世产生有些来世的来世产生有这种这个情况 因此如果是仅仅是具足上面两个法相的话呢 那么这个张扬身和张扬的这种根和还有这个灯牛身也应该这个有这个异素了 因此呢就是为了抛开这个张扬身和灯牛身 而说三不三这个由己发产生就是他的这个前面的这个过就是前面的这个印吧 就是前面的这个印前面的印呢就是必须是这个 就是我们颂词里面说是那个有己所生就是有己所生的话呢 善之这个善和不善呢就是他这里这个便于一番 就是因此叫做是有己所生就是就是有己所生 若今生二也那么这个依靠等此张扬的这个根 或者是大众等此中所获得这个花心这些呢就是也这个特点 为了除给他们呢就是故所有这个善不善和就是 就是后世因为就是他如果没有这样说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这个现在这个无福无极法当中的 有些这个幻化的心啊还有这个四大众啊就是等等 就是前面不是已经讲了吗就是张扬跟大众还有那个 因此呢就是为了就是抛出所有的上面所讲的这三种特点呢 因此就是故说它是由善不善业后舍业的利利成所而产生的 就是这是这个中戒文吧就是实际上是就是为了就是抛开 就是上面的这三种特点 所以呢就是异数银就是它呢就是具足这个无福无极法 然后这个有极三生众生摄数就是具足这三种特点啊 就是这个大家应该记住 由于它即使业的异数 就是由始这个国 因而就是称为是这个异数国 就是为什么叫这个异数国呢 就是异数国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它是通过这个异的这个异 它的这个国呢就是也叫做这个异数 然后那个印呢也叫做这个异数就是 所以呢就是异数印异数国就是其他的有些呢 比如说那个前面这个同类就是同类印啊 边形印啊 但是这些都都没有这个叫这个同流什么这个同类过啊 边形过啊 还有那个能走过啊 就是这些这个流印当中的这些印呢就是没有这个过的这个名称 就是唯一的这个异数呢就是由这个异数过就是异数印就是 为什么这样讲呢 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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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呢就是这个异数这个成熟就是 最后呢就是获得这个异数过就是 当然我刚才讲的一样就是像我们这个 《世尊大广庄》和《白亿经》里面就是有些异数的话呢 即兴当中这个成熟 以前不是那个有一个坏人就是这个日日日日日日耶稣呢 就是把他救了 就是救了以后呢就是后来那个呃就是他就跟那个国王就是为了获得一些奖励 就是说是那个日日日耶稣呢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原来那个日日的耶稣 你千万不要告诉我在这里其他不需要给我报文 但后来那个人呢就是给他就是看了就日日耶稣在哪里 然后呢就是他带着这个军队和国王就是到哪里去用这个树来就是支点的时候呢 当时他的树 当下就已经落在地上了 这就是所谓的异俗过 他寄生当中所成熟的 有些异俗过 这样的 所以他的异俗因所造的 最后出现异俗过 因此叫做异俗过 这个是异俗过 然后这个事相 前面我们遇到一次以后 事相 发相 这些名词一个一个的解释的话 有无重的过失 我一般遇到一次以后 希望大家还是自己明白 不然每一次要 什么叫做发相 什么叫做事相的话 懂的人每天都觉得太啰嗦了 然后不懂的人 可能给他解释五百次 也是不一定要的 所以这个事相 下面讲事相的话 凡是异俗所产生的一切法 叫做是异俗 刚才这个发相 前面已经分析了 然后在这里讲这个事相 事相就是 凡是异俗所产生的 这些一切所谓的法 全部是属于在异俗法当中 异俗国当中 这个是异俗国 然后下面讲的 灯俗国 就是灯俗国的法相 与子相续同类 后来而产生的这些法 叫做是灯俗国 凡是他前面 产生的这种后面 不管是 这个也是一般 前面的这种戏气 我们从心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前面的心 就是产生后面的心 然后从自相续所舍的身体的群体来讲的话 我刚才那个身体 就是产生现在的这种身体 然后现在刹那的身体 就是产生后面的这种身体 那么这些全部叫做是同类 就是前面的这个因和果 就是这个内背是比较相同的 所以他这个呢 就是有一些 就是当一些诸书和知识当中 都有一些宣说 就是为什么不叫 这个异俗因产生的这个国 就是叫做是异俗国 那么这个同类 因产生的不叫这个同类国 就是他这个因国方面 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就是国的分析不相同的 他这里这个相续呢 就是除去出国 生者以外的一切有为法 就是一切有为法 就是除了这个出国 出国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内背不相同的 原来是有漏法 就是现在马上变成这个无漏法 也就是说原来是烦恼性 现在是非烦恼性 就是所以除了这个以外的 一切有为法呢 就是都可以包括在这个 这个等流国当中 就是等流国 对于有漏法来说 就是他的这个本体 种类地均相同 就是有漏法呢 就是他比如说任何一个法呢 就是他的本体也是相同的 然后他的内背也是相同的 还有这个他的地 就是地的话呢 就是像那个五色戒呢 就是有四个地 色戒的话呢 就是有那个四个地 还有呢 就是这个欲戒呢 就是一个地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 这个所说的那个旧地吧 旧地的这种这个地呢 就是也是这个相同而产生的 这叫做是等流国 他这里的意思呢 比如说这个就是从这个等流国 就是等流国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像这个五色戒的这个身体 就是欲戒的这个身体呢 就是产生那个色戒的这种身体的话呢 就是不叫这个等流国吧 因为他那个地就是不相同的 就是应该这样认为 然后变性因这个所产生的等流国呢 就是他刚才那个 就是这个等流国呢 就是也有这个两种吧 就是一个是这个同类因这个所产生的这个国 还有呢就是变性因这个产生的这种等流国 就是那么这个变性因所产生的等流国 与烦恼这个相同 就是吃烦恼这个相同的 然后这个同类因所产生的国呢 就是与这个地和形象这个相同的 就是因为那个变性因所产生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自己的地相同的 就是自己地不相同的话呢 就是他不叫这个等流国 就是这个下面还是我们讲那个 那个睡眠品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叙述的 同类因所产生的这个国 或者是他的这个地和那个种类 就是完全是这个相同的 无路法呢就是仅仅是本体相同 就是无路法的话呢 他不属于是地和那个戒这个所涩的 因此呢就是从本体上面讲的话呢 比如说这个金铃铃地里面的 这个第一禅的这个无路法的这个智慧呢 就是产生第二禅呢 第三禅 第四禅的 他这样的话呢就是地不相同的 但是他呢就是不属于这个地来这个界限的 因此呢就是他仅仅是这个本体相同就可以了 那么这些法呢就是叫做是这个等流国 就是所谓我们这个 经常我们在一些引导里面呢 就是讲这个等流国的话呢 就是感受等流国 比如说这个感受等流国的话呢 我前面这个杀生的话呢 即生当中经常这个多病 就是然后我这个就是等等就是这些这个 我们这个世不善业呢 就是全部由这种感受方面的这个等流国 今生当中我亲自这个身体所感受的一些等流 然后那个同性等流国的话呢 我以前这个喜欢做善事的话呢 即生当中也是喜欢做善事的 以前我这个喜欢杀生的话呢 即生当中也喜欢杀生 我们就是听上说是 这个人这个有这个牵涉的这个袭击 就是有些人呢 就是我们这个被这个巨色轮的话呢 就是怎么被也是这个被不进去 但是你这个被一些这个什么这个世间的一些流行歌啊 就是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乱七八糟的事情的话呢 马上这个记得下来就是马上就一看就可以了 就是这说明呢就是前面有一些这个 这方面的这个同性等流过吧 就是同性这个等流过就是 有些呢就是对这个世间法的话呢 就是什么样的也是这个默默糊糊就是记不清楚 但是呢有关这个出世间法的就是有关这个 比如说佛经论典里面的这个意义的话呢 就是那这个过目不忘 或者呢就是一听就能记得清清楚楚 有这种这个情况呢也是这个前世的这个等流过 就是这是居士论里面所说的这个等流过呢 虽然在这里面明显的这个没有分 但实际上呢我们很多这个引导文当中 这个所讲的甘树等流过和那个同性等流过呢 就是也可以这个包括在这个这里面 就是总而言之呢就是他这个等流过的话呢 就是一个是这个变形等流过 就是变形因所产生的等流过 还有呢就是同类因这个所产生的这个等流过 那么这些如果详细分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他的地啊这个形象啊 这些方面就是也有一些不同的 但实际上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大致是这个相同的 这叫做所谓的等流过 这叫做所谓的等流过 那下面讲的这个离析过 离析过的方向呢就是通过智慧力灭尽这个所有 就是灭尽所短游路法 就是他通过那个智慧 就是通过那个详细观察的这个智慧力呢 灭尽这个自相续当中的所有的这个游路法 就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获得一种这个灭法 就是这种灭法呢就是叫做是那个 就是离析过 就是原来这个相续当中有这个嗔恨性 就是然后后来呢就是通过这个观察 就是观察以后呢就真正就根出这个嗔恨的这个本体 最后的话呢就是获得了一种这个无嗔恨的这种智慧 就是这叫做是离析过 我们经常所谓的他这里的这个世相呢就是觉则面 就是他这个世相相当于是比如说 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先就是按他的这个法相就是下定义 然后就是世相相相当于是距离说明一样 就是距离说明 那么就是比如说这个觉则面 就是觉则面呢就是 但是曼彭仁波切知诸门当中呢就是说是 那个非觉则面呢就是实际上是也可以有这个离析过 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本来就是一般这个论典当中呢 就是都认为是这个离析过呢就是指的是这个觉则面 就是觉则面才有这个离析过 但是曼彭仁波切呢他这个认为他认为这个离析过呢就是 就是离析过呢就是也应该有这个非觉罪面 比如说我们这个通过那个通过什么就是通过这个烧了那个种子就是烧了这个种子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过呢就是因缘不具足的缘故而这个不产生就是而不产生的话呢就是所以就是就是他呢就是不会这个生长的就这样的话呢 那么这个离析过的话呢就是按照曼彭仁波切的说法的话呢就是也不一定是这个众生相续所持就是可能就是大乘阿比达摩的这个说法就是这样的话呢也应该这个说得起不然的话呢 俱舍论颂词里面的话呢就是以智慧来灭尽的话呢就相当于是这个自相续当中的这个觉则面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与俱舍论的说法就是相不相同呢也不太这个清楚 但是以后呢我们如果有机会就是讲那个智慧如门的话呢就是到时候也应该分析一下就是以前呢就是说这个 这个智慧在这里呢就是这个离析过就是应该这个离析过不但有这个觉罪名就是 而且还有呢就是非觉罪名应该是值得这个有的就是 所以孟弗仁波切智慧如门当中也是有这样的就是这个呢就是大家也应该这个方便的时候观察观察 当然孟弗仁波切所说的就是没有什么观察的就是肯定是这个文殊菩萨所讲的这个话呢就是没有 没有任何错误但是我们跟那个其他的有些说法不相同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这个会这个解释他的这个密 就是如果不会他的这个不会解释他的密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解释一些论点的时候会有遇到困难的 下面就是讲的这个使用过就是使用过呢就是由产生之使用过和获得之使用过两种 产生之使用过的法想依靠任何因的力量所产生的任何过无论是与必因与其或者是无间或者是无间 或者后来产生的过均是通过使用通过使用作用而产生的 因而成为使用过 他那个使用过呢就是他在这里面有两种 一个是产生使用过和一个是获得使用过 就是颂词当中两个都讲了 什么叫做产生使用过呢 所谓产生使用过在何时何地就是他的因缘具足 因缘具足以后产生他的过 当然产生他的过也有同时产生他的过 还有无间产生他的过 还有过了很长时间以后产生他的过 相同依靠因作思而产生 故而得名 为什么叫使用过 使用过的话呢 因为师父所做的功用相同的缘故 所以叫使用过 所以我们这个使用过 《俱事论》里面他的名思解释得非常清楚 在其他有关讲义里面经常遇到使用过 但是使用过实际上它产生什么呢 我们《十部三义》里面的使用过和增上过 稍微说法方面有点差别 昨前天《变法法性论》当中也是已经讲了 它这里面的不是变种 变论吧 它这里面的有些成熟于外境 然后有些在自相续的善业或者恶业 越来越不断地增长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但是《俱事论》里面 所谓的使用过和增上过 它跟这个说法有点点不相同的 它这里所谓的使用过 以师父的作用产生相同 因此依靠因的使用而产生的 因此故而得名 如同黑色的药 人们都称为叫做乌亚生 但乌亚生就不知道 生意有这种说法吧 一般有一种黑色的药就是藏药 那个藏药看起来好像乌亚背着剑一样的 所以叫做乌亚背剑 有这种说法都是有的 因为它一方面黑色的药是黑色的 然后它还有上面有一块尖尖的 就像一块木条一样的 我们好像学院附近都是有 把深黑色的 也不是非常黑 稍微带有一种蓝色的 这样的一种药叫做乌亚大剑 其实并不是乌亚真正背着剑的 但是因为它的性状 乌亚背着剑 比较相同的 所以它是比喻成圣义 圣义成的话 也可能有这种说法吧 这是藏义 医生们应该知道 但是本来问众医 但是众医的医生 现在我批评的话 都不一定高兴 所以今天不问他们了 黑色的药就叫乌亚生 就是乌亚的生 乌亚生的话 可能有黑色的药 也有这种称呼吧 应该这是藏语里面 黑色乌亚生 乌亚代剑 乌亚代剑的这种说法是有的 是这样的 所以这也是相同的名字来取的 并不是真的乌亚是有生命的 然后药没有生命的 实际上它们两个有不同的 但是我们讲比喻和名声的时候 不一定完全都是相同的 有些是颜色方面相同的 有些是形状方面相同的 因此过而得明的 这是它的法相 刚才那个产生使用过 然后它的思想 由因如是而产生的一切有为法 如果这个分的话 如果分析再有三类 刚才那个产生使用过 如果把这个分的话 有三类 无间生使用过 如依靠下地加行 依靠下地加行而产生的等词 这叫做比如说 我们欲解开始修行 修行以后 通过它的加行和它的 它这里加行不是我们修加行 就是这个意思 它这里加行 一般清作的这种善法 就是通过我们清作以后 就是观修这个等词 就是这叫做是这个加行善法 那么通过那个加行而至 最后呢就是上界的上面的这个像色界和无色界的这种等词获得的话 这是无间而得到的 就是因此叫做是无间这个产生使用过 就是依靠世间法为无间获得这个见到 然后依靠世间法的那个 依靠世间的圣法为 圣法为大家都知道加行道当中的第四位吧 那么依靠加行道的第四位的圣法为 圣法为无间获得了见到 无间即是联系不断的意思 这是无价而获得的使用过它就比喻两个 然后同时产生的使用过如如具有因所产生的这个过 具有因这个所产生的过的话呢 比如说依靠他那个他自己就是像滴水火风啊 凡是那个与他这个同时产生的这些使用过呢 就是叫做是 这也是属于在这个使用过里面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过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 就是因此有一定的这个 他有时总是这样认为的 当然我们这个进步以上的话呢 就是不一定承认的 就是对他的这个因呢就是有一定的作用 就是因此叫做是因果同时存在的 也有些是间断产生的这个使用过 诸如农民的这个庄稼 就是那么也有间断吧 就是农民呢就是今年这个开始 就是开坑瓦地 就是然后这个种下脖子 到了那个就是今年这个秋天的时候呢 就是才就是这个接受这个庄稼 就是那么这个中间呢就是有一段的这个时间 中间呢就是农民就是修行啊 然后到外面去开始打工啊 就是最后秋天的时候回来 就是我们现在这些那个小拖垃圾的事迹的话 那啊现在已经秋天了 我们马上要回去了 就是不行了 我在这里虽然这里挣钱 但是我家里没有人啊 或者能不能花一点钱亲个人 如果亲个人的话 那是可以 他就夏天呢一直中间就把这个这个作用呢 就是断了 然后就是最后中间呢就是有一段的这个事件 就是这也是这个这个相续这个间断的吧 就是相续间断的 那么这个也是叫做这个食用果就是这个叫做这个食用果 这是那个刚才就是讲这个产生食用果方面呢就是分这个三种 这些里面就是分的还是非常这个细致的就是 然后获得食用果呢就是决责面得损呢 又仅仅是以这个获得而产生 并不是是通过因这个的作用而产生的就是 他是那个通过决责以后呢自然而然就是获得离习果 刚才那个断除烦恼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决责面呢就是叫这个离习果 然后这个众生呢自相续当中获得吧就是 众生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自相续当中获得这个决责面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获得这个食用果就是获得食用果 获得是因此呢就是我们这个食用果呢就是分为两个方面 就是一个是产生食用果产生食用果呢 从时间来讲的话是分三个方面 然后这个获得食用果呢就是他时间方面没有分 凡生通过那个智慧所矩责最后呢就是获得这个矩责面 就是称之为获得食用果 这个食用果这样讲完了 下面就是增上果的法相 增上果的法相呢如果在 如如果在前呢 那么再有因成了无有意义的果实 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的因和果呢 这个因应该在这个前面就是 如果果在前面的话呢 那么这个因呢就是一点作用都是没有的 如果大乘的说法的话呢就是 这个因在这个同时的话呢就是 那么这个也没有任何作用 因为果已经形成了 果已经形成的话呢其实也没有任何作用 但是这个小乘呢 他们都就是也就是没有这个观察吧 就是没有观察 如果是大乘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不仅是果在前面没有任何事宜 因没有任何事宜 而且呢就是因和果呢就是如果同时的话呢 因为果已经形成的话呢 按照中观的观察方法呢 就是因的这个轻作是为什么呢 就是要产生这个果 就是这个就是他的人物 这个就是他的责任 如果这个果已经产生的话呢 那么这个因呢就是对他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就是没有任何作用 就是这个说法 但是小乘呢一般都是 他们都不这样认为的 他们认为这个因这个果在前面是不合理的 但是因和果呢就是同时存在的话呢 还是可以的 有时候是因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过来帮助他 然后有时候过这个遇到一点困难啊 心情不好啊 或者是房子塌了 这个时候呢就是然后因也过来就是 然后就是帮帮忙啊 你可以去去帮帮忙啊 帮帮忙帮帮忙 就给他可以帮帮忙帮帮忙 然后这个则有因成了无意义的果实 因此这个灌带因非为前生的形成有为法语 同时所生或者是后来产生的一切有为法 即是所有即是一切有为法的增上过 他所以呢就是过不在这个前面 因果同时或者就是因在前面 过在后面就是这样的所有的这个有为法呢 就是成了这个增上过 意思就是说是刚才也讲了 就是所谓的这个增上过的这个范围呢 比较广的就是刚才那个这个使用过的话呢 就是凡是对他这个因果同时也好 不间断也好 无间断也好 这个呢就是对他起一定的这个作用 就是才这个称之为是这个使用过 但是增上过的话呢 就是他们并不是这样认为的 凡是与他这个因果呢 就是不是这个就是过不在前面的话呢 因果同时也可以 或者因在前面过在后面也可以 凡是对他的这个产生的这个过呢 就是不弃任何障碍的所有的这个有为法呢 就是包括在这个增上过里面 就是包括在这个增上过 因此我刚才也举例子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我们拉荣卡的这个先话呢 就是是这个别的这个 这个人和极乐世界的这个这个 这个人和那个极乐世界是有没有真正的这个地水火锋 有些这个净土镜里面说说是没有吧 就是凡是那个极乐世界的这些这个人和这个 这个生长那个金花银花的这些因缘也是实际上 原来我们这个拉荣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现在的话都是很多都是可能秋天的话 开始盛开了就是冬天的话呢 就是这个夏天的话都已经这个没有了 就是那么这个话的这个因缘呢 就是可以这个称之的 然后我们身体的这个因呢 就是这个地狱里面的众生的这个这个身体呢 就是也可以做我们的这个就是因 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呢 是地狱众生的这个身体的过 就是可以这样说就是 就是从增上过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就可以这样讲 那么从此里面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威仪吧 就是所谓的这个威仪呢 就是表示这个初开这个无为法 就是初开这个无为法 原因是无为法是不会有这个增上过的 就是因为这个无为法呢 就是它不会有这个增上过 当然这个我刚才也讲了 就是如果是按道理来讲的话 是它的这个因呢就是有无为法的话呢 就是为什么是过这个没有这个无为法 就是应该是有的 但是他们这个有伯宗呢 有这种特殊的这个观点就是 就是然后它的这个思想 就是它的思想呢 与自因因一起或者是后来产生的一切有为法 就是它的这个比喻呢就是 凡是与它的这个自因一起产生也可以 因果同时产生的话 也实际上是增上过的这个范处理 然后呢就是后来这个因在前面 过在后面产生的一切有为法的过呢 就是全部是承认为是这个增上过 若问如此一来 那不是与实用过无有差别了吗 那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跟这个实用过没有什么差别 刚才实用过也是里面有一个叫做是这个 什么这个就是产生实用过吧 就是讲产生实用过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那个与他同时和与他非同时所产生的一切法 都是实用过 那么跟实用过是不是没有什么差别呢 他这里这个由不宗呢就是回答的时候 他是这样讲的 实用过呢就是唯一是让作者的过 就是他这个对应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 不管怎么都是与他接近就是有这个作用的 而增上过呢就是不障碍自行之所有的有为法的过 凡是对他的这个产生不及任何障碍的就是 所以他就范围比较广的 这是由不宗的回答 由不宗是这样回答的 但是真正像金布宗以上这个观点的话呢 就是因为因果同时不能成立的 因此金布宗他所谓的因果同时只是加厉的 尤其是我们宗观意义上的话 那么大家都应该知道所谓的因和果 因在前面 果在后面 然后详细观察的话因和果的自行都不成立的 但是如幻如梦当中 这样因的因缘具足的时候就是果产生的 那么这种说法这是大乘说法 大乘说法实际上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由不宗的这种说法是只不过暂时分析 有些因果是非常合理的 他这里有些因果比如说我们所谓的一些能作因 这些根本没有什么起到作用 但是他们认为这是这个因 其实这个我们要讲中观的时候也应该要知道 如果你把俱色论里面所有因果的说法搞懂的话 你懂学中观 中观里面尤其是学中论吧 中观里面最根本就是根本悔论 根本悔论讲的时候有时候是破由不宗的生诸毁灭 有时候破他们的六因五果破他们的这种果 所以你如果通达居士的话 也许以后我们有讲中观的机会的话 一下子他们破能作因的时候是怎么样破的 破变形因的时候是怎么样破的 破异数瓜这些破的时候是怎么样破的 有些他们认为明言当中你们的这种说法也是不合理的 开始进行破测 有时候明言当中你暂时这样按理的话是可以的 但是生意当中你这样的因果规律是不成立的 所以抉择空性的时候把这些全部统统的破掉 所以这是大乘教言当中这些讲得非常清楚 然后他这里讲中我说这是由不宗的回答 由不宗的回答他可能简介说明 有些回答的不是很完整吧 由不宗的回答 还有其他的论师说增上果是重的果 然后食用果是别的果 这是据食论大书讲秦姦比亚 他的大书里面是这样讲的 是重的果和食用果是别的果这样讲的 下面先说二则共同之法分二 一个是知果也胜果是 还有由基因胜果就讲这个问题 首先是知果也胜果是 这些五中果产生果的时间 有些是同时产生的 有些因不是同时产生的 他通过因的发作最后产生果 所以这个到底怎么样产生呢 他这里说五因现在赐自果 具有相应而生果 我们前面讲的六种因 六种因当中笼作因离开 它因为起不到任何真正的作用 然后其他的五个因实际上现在赐自果 他赐自果的话 知识里面和其他的讲义里面都是这样讲的 他这里赐是具有的意思 也就是说在五种因的话 实际上它产生现在这种果的能力 它有一种不共的能力或者一种种子吧 它赐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意思就是说除了能作因以外的 其他五个因它具有生果的能力 现在就是具有生果的能力 然后具有因和相应因的话 它真正产生它的果 因为相应因其实我们名言当中也是 全部都不要认为是有不重的邪说 或者是有不重的一种说法 你看那个心和心所同时产生的这种说法 有时候是不承认不得不承认的 因为心和心思实际上是互相还是起一定的帮助 然后它也是会同时产生的 这样一来的话 具有因应该就是承认的 具有因和相应因他儿子应该生果 同类因和变形因 现在和过去可以生果的 他通过过去的因而产生果的 然后异熟果实际上是过去的因而产生他的果 它是这样从世间方面来分的 下面讲义里面这么讲的 能作因以外的无因只是在三世当中的 现在以种子或者能力的方式来赐果 他赐果实际上是受持他的果 受持他的果意思就是说具有产生他的果 比如说他其他五个因实际上是将来 或者现在在三世当中 现在他具有生果的这种能力 当然这个生果 他这里有同时的果也包括在里面 其中的二因同时产生果在现在之果 现在的因与过去的因产生的果是同类因和变形因 这个什么因呢 就是刚才同类因和变形因 现在的因产生果是无间而产生的 过去的因产生果是间断而产生的 现在就是无间而产生的 但这个也是有不长 而没有同时产生的 那么过去因它是通过间断而产生的 没有同时产生 这些果是等流果 那么这些果是等流果 是同类前后之果的缘故 等流果我们前面讲了变形和同类 异素因亦则唯有过去才能产生 他们认为异素因的话唯有过去 过去造了善业恶业然后可以产生 但这个也是有不长的说法 如果现在我造的因的话 实际上是这个异素 将来有将来的果也可以产生的 这个也可以的 而未来造的异素因 他们都认为未来没有次第的 没有次第的原因 未来是没有的 但如果过去有过去造的业 后来成熟的话 未来也是有些业可以造 造了以后未来的异素果 也可以成熟的 但这些只有宗派 宗派的说法知道的话 有些地方再没有必要去观察 也没有必要去驳斥他们的说法是不合理的 写说等等这样我们在平时讲经说法当中 一定要注意上师老人家都是有时候在显现上 说是年轻的时候在江边珠的过程当中 也在显现上说我造了业 所以现在为什么要讲 莫方仁波切的报寻论的诸书 年轻的时候这些诸书不承认 不然我们现在有不宗如果过于破词 就是说这是他们的无理邪说等等 到了万年的时候我还要讲一个有不宗的观点 但是上师如意宝都是显现 意思就是让我们一定要注意 在谤法罪方面大家都是非常注意 不注意的话很容易造恶业这个问题 而没有同时与无间产生的 好 今天讲到这里 不理由进来 澳门 ihrem东西 啊 我想去 buen root 让我们是在aus Om Ar Abhazan Adi